社会尼龙价格大涨带动基本面扭转 尼龙厂集胜日前公告 4月单月的税后盈余达到2.93亿元 比去年同期成长高达9.2倍 前4个月的EPS1.27元 创同期历史新高 而且不止本业获利爆发 业外投资也大丰收 持有好几档的标股 像是南方 南地 如虹 杨明 报酬率都很好 在贡献账面营运 堪称纺织股神 一根根纺丝如琴弦般 拉紧抽丝 预备制作成衣服原料 随着原料上涨 还有欧美疫情趋缓 带动成衣寻求的因素 让国内主要尼龙厂业绩看俏 其中极慎日前公布的4月财报 更来到历史高峰 税后存益达2.93亿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9.2倍 累计前4月EPS达1.27元 创同期历史新高 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 我们的营料 CPA从1450涨到15月 大概是2050左右吧 那当然营料涨这个成品 就会跟着往上 基本上第二季 我们是还很有心情的 所以我们的第二季的本业 应该会比第一季 再略好一些 除了尼龙本业获利爆发 关键还有转投资 与业外贡献 也为账面获利加持 根据公司第一季财报揭露 集圣持有股票最多的为 纺织股一进9146张 另外南纺 德利 南地 也持股超过3000张 其中南纺 南地 今年涨幅分别高达95% 及110% 报酬率极佳 另外也持有纺织股王 如虹250张 航海王 扬名250张 贡献也不秀 持有股票 不少都是标股 堪称纺织股神 我们可以看到 许多传产的这个集团里面 也都有许多这种 交叉持股的这个现象 包含像这个亚东集团 里面的远东新 甚至包含像雅尼 像玉民 像圆柏 这些都有交叉持股的现象 另外包含像台塑四宝 这个互相的这个持股 在今年整个传产大好的 这个市况之下 其实很多的这个传产的 这个老牌的这个集团股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交叉持股的这个情形 我想投资人 也可以从这一块来寻找 下半年潜力股的这个方向 专家表示 上市柜公司投资股票 通常集团内相关 是为巩固主权 或是选择自己熟悉的产业 方便掌握上下游讯息 因此投资眼光 也相对来得精准 记者唐家宜克斯安 台北材风报道